主席各位同僧,我請教一下次長 請次長 前衛人好 這個次長好 這個我大概比較一下 這個101年 各政黨的一個收入 這個包括說 國民黨跟民進黨的一個比較 那其中 國民黨的政治現金大概 是3.8億 那政黨補助款 2.9億,那股利大概是 21.3億,那民進黨的 政治現金以101年 為例大概是 這一個2.1億的 政治現金,那2.7億的 政黨補助款,所以 民進黨的這個有關 這個101年的 相關的這個收入 大概總合大概4.8億 那換句話說 這個國民黨跟民進黨最大的 一個差異啊 是在於說這個鼓勵 之間的一個差異 就是說所謂的大家 常常在講的這個黨營事業的 這個收入 那我想請教一下這個次長 那在國民黨的 這個政治現金專戶裡面的支出 他這個每年他要申報他的一個支出裡面 你知道馬總統啊 他的支出他的申報是多少你知道嗎 他的這個馬總統 中國國民黨 對,國民黨捐款給馬英九總統的 在他的政治現金專戶裡面的捐款 大概是多少 2億3千6百多萬 那個次長 你唸那個是不是不對 那個是馬總統的政治現金專戶裡面 有關國民黨的捐款給他是2.36億 簡單講是這樣 那國民黨的選務支出 他的政治現金專戶裡面 捐給馬總統的有多少 啊?有多少? 政治現金支出 政治現金3億多 這個出定嗎? 政治現金3億多 我再重複一次給你聽 我直接告訴你答案 馬總統啊 他的政治現金專戶裡面 有關捐款收入 所以國民黨給他的部分 他的申報是2.36億 但是國民黨的政治現金專戶裡面支出 在11月3號跟11月22號總共 加起來是2千萬加3千萬 大概是5千萬左右 換句話說 國民黨給馬英九的政治捐款 政治現金的捐款 2.36億減掉5千萬 這1.7左右 這一個部分 是屬於他鼓勵收入的一個捐款 並不是政治現金專戶給他的一個捐款 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這樣? 鼓勵收入那個部分 對 那你聽我意思嗎? 總統 國民黨的政治現金專戶的支出 比較高5千 給馬英九 沒有錯 但是馬英九收到國民黨的政治現金總共2.36億 所以他大筆的這種政治現金的一個專戶裡頭 捐給馬英九總統的 這個其實是微不足道 大部分還是靠這個鼓勵的收入 來作為他捐款的政治現金的一個來源 那同樣的民進黨捐給蔡英文主席 是0.26億 你光是2.36跟0.26億 差距就是9倍 那很顯然的 一個政黨假如他有黨營事業 他有鼓勵的收入 當然他對於這個政黨的一個捐數就比較多嘛 對不對?那這樣合不合理啊? 這樣合不符合這個政治 這個我們有關的政黨政治 政黨公平競爭的民主原則 這個次長你的看法怎麼樣? 因為財富當然會決定跟選舉有 那選舉公平 選舉競爭 民主原則怎麼可以依照政黨的財富來作為競爭的一個條件? 這樣合不合理? 有些人跟選舉當然也會有不一樣 你說什麼? 有錢人跟沒有錢的人去參選 有時候也會受到財力的影響 政黨也是一樣 我的主張很簡單 這個你不管是升學的機會 或者是人權的基本的維護 這個不應該是用政黨有錢沒有錢 個人有錢沒有錢 來決定選民的一個選擇 或者是說啊 作為這一個 我們在一般的這種所謂求學就業 所謂憲法所保當的這些基本的人權 或者是參政權的一個限制 所以政黨以他的黨產 作為這個政治獻金的來源 本來就是應該收到法律的一個規範 這樣才符合政黨公平競爭的一個原則 否則什麼東西都可以用錢買賣 這個有錢的政黨拼命花錢 那甚至用這些錢去買票 這個當然是對於民主政治來講 是最重要的一個傷害 那同樣的例子也一樣啊 你看翁從軍委員 翁從軍自己申報的政治獻金 國民黨給他八百萬 但是國民黨的政治獻金支出 給翁從軍委員才一百萬啊 所以七百萬從哪裡來? 七百萬也是從這一個所謂的這種 國民黨在財產申報裡面的其他收入 就是鼓勵的來源 來作為捐助翁從軍委員 選舉最主要的一個選舉的這個來源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相當不合理的一個現象 那跟朋友提到說馬總統自己講的 07年他自己講說 黨產的處理是要退休 要照顧退休的黨工 或者是現任的這個員工 未來的選舉以利於募款為主 不會用到這個黨產的任何處理 在09年也同樣講了一次 但是未來的競選以這個募款為主 所以你看 從馬總統的政治獻金的來源 這馬總統自己都自打嘴巴啊 對不對?07年他自己講說 他是以募款因應 不會用到黨產處理 所以這個很明顯的啊 這個馬總統是利用黨產 在進行這個選舉 然後還要說所謂的這種改革黨產 自己就是黨產的最大的一個 這個利益的這個受益者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次長 我們內政部啊 這個作為主管機關 他不是政黨的工具 就這種政黨的公平競爭 當然內政部這個要有態度啊 對不對? 這不能說這個不表態 然後做事這種不公平的這種競爭 不管是總統選舉 立委選舉 對這些沒有前優秀的候選人來講 當然是不公平嘛 是不是這樣? 是但是這一次我們政黨法修了以後 就是任何政黨不能投資在盈利事業上面 已經規定的很清楚了 不能投資在盈利事業 他已經投資了這些怎麼辦啊 對不對? 當然是不行啊 就要信託啊 要信託 信託錢還是繼續收益 信託所得到的時候也不能再去投資 不能再去投資 他收益還是繼續投在政黨的不公平的一個競爭啊 錢也用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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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黨在花錢 對不對? 錢會用完 這個次長 我覺得 這個坦白講 這種 你這種態度 我坦白講 我真的是非常失望 那我再就叫這個次長 這個你跟我的理念不一樣 國民黨的理念 跟民進黨的理念不同 我們認為這種 這個行為 是應該要性質 那另外 我再就叫一下次長 這個先考考次長 這一個 假如 我參選 這一個 我參選立委 那 我是沒有錢的候選人 但是我的朋友很有錢 所以我大概我的文宣 我的活動 譬如說 我舉辦大型的肇事晚會 請張惠妹啊 或者是請這個 這個其他的包括羅志祥啊 來幫我站台 一台都一千萬 或者甚至兩千萬 那我的朋友很有錢 我的朋友幫我出錢 那 他贊助 我的這一種大型的肇事晚會 或者是我的所有的文宣品的一個支出 那這樣算不算是政治獻金法裡面必須申報的 算 算 對 這一些提供 所謂的政治 這一個 這一個 政治獻金法第二條裡面 政治獻金是指對於競選活動 或其他政治相關活動 提供 動產不動產 或者是不相當 對價值給付 債務免除 或其他經濟利益嘛 對不對 所以他是不是屬於其他的經濟利益 是不是算 他屬於政治獻金 他是屬於政治獻金 就是要申報嘛 對不對 這很清楚嘛 這沒有任何 這一個 所謂的這個 這個 模糊的一個空間嘛 好 那我再請教 國民黨 在 101年裡面 他的政治獻金 的 選 費支出 選舉費用支出的部分 我看了一筆 720萬是付給明花園的戲劇團 對不對 他要申報 他是屬於選物的支出嘛 對不對 所以他有申報嘛 對不對 那好啦 這問題就來啦 那 贊助 你剛剛 按照你的邏理 贊助這種活動的人 他是不是必須對於獲選人 獲選人本身 是不是必須申報 這個政治獻金的來源 譬如說這一場一千萬 那我是不是要申報一千萬 是不是這樣 應該要 要嘛 你們剛剛都點頭啊 對不對 要嘛 所以 吳門忠 贊助 吳敦利 這個總統副總統選舉 或者立委選舉的時候 他有幫他贊助 贊助這種活動 要不要申報 要 這個要嘛 要申報 所以副總統沒有申報 這個是不是要接受處罰 這個 因為是監察院在 受理的 因為監察人 這個誰 主管不管你 按照你剛剛的邏輯 這個是不是要處罰 這個是違法嘛 要申報 但是實際的情況 要看他 那這個是很明顯的 你剛剛講 按照你剛剛的邏輯 第一個 明花園提供國民黨的 所有的立委 跟總統候選人 這些競選活動的 這個 相關的這個活動 這個是涉及到 違反政治獻金法 沒有申報 對不對 他要支持 他是支出 那裡面講得很清楚 就是支持這個 包括蔡正元委員 裡面 孫翠鳳 明花園之夜 旁邊全部都是調他的 他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競選的這個標語 要支持蔡正元委員 在台上也講啊 所以這個是很明顯的 按照你剛剛的邏輯 假如是贊助這種活動 那這個是受政治獻金法 這是違法 那我再請教 這個次長 你剛剛講那個吳門中 那個目前監察案好像也有在 對 所以這個認定 你的認知也是違法 我在這邊就是舉報這一件 我們希望說內政部能夠主動 不能講說現在違法 我是說要 要去查才知道 你剛剛講說這個是違法 按照你的奪指 就是要申報 我剛剛 按照這種樣態 你剛剛的說法 這個是要申報 所以沒有申報 是違反政治獻金法 對對對 那第二個我再追問這個次長 財團法人可不可以捐款 不可以 財團法人不能捐款 對不對 對 按照我們政治獻金法的規定 不能捐款嘛對不對 對 所以蔡正元委員 他所舉辦的這個活動是藉由 這一個領航基金會 這個基金會來主辦這個活動 孫翠鳳自己在台當也講 這個錢是這個基金會出的 所以基金會提供一個 所謂的表演活動 競選活動 給予這個蔡正元委員 類似這種案例 那這個基金會是不是要做處罰 這個要看這個 蛤 還是候選人是不是要做處罰 剛剛我們同理說這個案件也在查 我知道這個案件也在查 還有很多案件 主要違法違反相關規定 包括李慶華委員 同樣的道理 都是藉由所謂的這個基金會 這個是不能作為捐款的這個對象 對不對 好啦 基金會既然不能作為捐款對象 次長你也承認 所以這個是相當明顯的這個 違法的一種行為 那好啦 那提供經費贊助給基金會的這些國營事業 是不是也同樣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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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這個活動是基金會辦的 那這個全是 全是 找了中華郵政 自來水公司 台糖 這些 這是涉及到 違反政治獻金法的一個規定 剛剛 當時監證的時候 看有沒有指定用途 那就辦基金會 然後基金會的活動 那就是去複選啊 他這個基金會本來就給他做基金會 貶身的 目的的用途 但是他基金會如果拿到去做原來監證 目的不同的當然就不可以 但是那個原監證也很難講 這個市長 至少 我認為他涉及到的法律的問題 除了說這個 土力罪 這個都可以 土力罪不提之外 但是這個是很明顯的 他捐給基金會 基金會再捐給 這個獲選人 同樣的 這個也必須受到政治獻金法的一個規定裡面 這個也必須申報啊 獲選人也必須申報啊 假如沒有的話 我希望說 這個內政部 在未來修法的過程裡頭 這些部分能夠修得更嚴謹一點 你都同意這些是違法 那我希望說 內政部啊到時候在我們進行主條的時候 這些啊 是必須 站在健全政黨政治 啊 跟這個選舉的一個公平性的上面來做一些考量 做一些嚴格的一個規範 否則這種案件啊 層出不窮 只會傷害我們台灣的一個民主發展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兩位